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 是微笑馬3 一般說的二代馬3 那這台車其實安裝的數量也不少 但是剛剛找了一下資料好像沒有開過直播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所以剛好有空檔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車安裝的是KT的競技版本 這台的競技版本還選配了魚眼上座 這是前面的魚眼上座 但他還有加裝的拉桿 還有原廠的墊片比較厚 所以螺絲如果用原來的規格就有點會鎖不太到 所以我們也有換了一個家常的螺絲 這個是魚眼上座 但是他的CAMBER角度呢 目前的話是做跟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 就即便不做特殊的角度的CAMBER的話 他的轉向上回饋的也會比較稀利一點點 這個是魚眼上座 那KT的魚眼上座 在魚眼上座下方呢 會比較輕盈的指推軸程 也會減緩掉裝魚眼之後轉向的異音 那也會延長魚眼的壽命 但是這個角度的話比較難拍到 在這個位置 在魚眼上座下方呢 有一個也是日制的軸程 那正常一般道路的版本 我們配置的湯王公斤數前面是7公斤 那經濟版的話呢 我們是配置8公斤 如果有車友是引擎有換乘2.5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選配到10公斤 但一般來說的話8公斤就比較剛好 那車主也有改了 前面的話是多尾塞卡鉗 後面的話是加大碟 這是四盟的 那改了四盟之後呢 它的金屬油管的固定位置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都有適合固定的位置 可以讓金屬油管來做固定 那前面離載串的部分 還有油管固定架 這些的話呢 就都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不用再改裝短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他預計今天降低的車高呢 因為車主原來也是改裝的避震器 預計今天降低的車高 是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他車主其實也有很豐富的改裝經驗 他的輪胎啦 鋁圈還有避震器 其實換到KT已經算第三套了 那希望這一套的話 能夠讓車友有滿意 這個是經濟版微笑馬三 那裡面主尼油的部分呢 KT的經濟版的一樣所選用的主尼油 是義大利IT的主尼油 油封的話 一樣是使用的是日本的NOK油封 那在這一個車高調整的部分的話 這個版本我們最低呢 這一台車可以降到半指幅 甚至一指幅 半指幅甚至是輪胎到葉子板切器 那今天車有的話並沒有要降很低 會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車高的調整部分的話呢 就是靠一般做的統身可調 是靠腳管來調整車高的 所以他的彈簧呢都是不用再做預載的動作 所以讓他調高跟調低的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是差不多的 那另外後懸吊的部分 後懸吊的部分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是六公斤 那如果要在 其實他的底盤下構好 跟Focus的二代三代懸吊系統 大致上是大同小異的 那後彈簧公斤數的話 我們又配置了六公斤 也有七公斤也有八點五公斤 可是當換成比較硬的彈簧 七公斤跟八點五公斤呢 他的下底座也會做一個轉接的形式 那這個版本呢是用六公斤 那阻尼的話就用禁忌的阻尼 他的防塵套的話呢也是家常的 他可以整個把頭針照住 也是這個車型所專用的 至於阻尼調整的部分的話 馬三先輩的車款呢 他行李箱打開 在飾板的內側呢 就能夠調整到阻尼了 如果是三代的魂洞馬三的話呢 就非得要坐在下方 所以二代啦一代 一代二代他的做法是一樣的 那三代的話這裡的結構形式呢 就比較不同 車高的調整部分的話呢 是靠彈簧上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從這裡做調整 那最低的話 配置一百八十長六公斤 最低是可以到 到大概半指幅 甚至是輪胎到上葉子板切齊 所以他能夠調整車高的區間範圍呢 還蠻大的 這個是後面的加大碟 所以底盤的都有做一些基礎的改裝 那至於仰角調整器跟束角調整器的部分的話 在安裝當時呢 有跟車主有溝通 因為車友他用車的頻率也沒有很高 一年才開個一萬公里左右而已 而且車高呢 並沒有要降的很低 所以今天呢 就沒有要把仰角調整器跟束角調整器一起做改裝 所以因為 會 我們會針對車友所使用車的狀況 還有車高的調整呢 來給車友做適當的建議 後面的話也有做金屬油管的改裝 這裡 前面的話已經安裝好了 後面也安裝OK了 那後面安裝的特殊的技巧呢 就是千萬呢 不要把彈簧壓縮的太短 如果後面的彈簧呢 一旦壓縮的太短 就一定會不好做 第二個會有異音 第三個會縮短了桶身的壽面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呢 一定要特別留意 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後面的後懸吊 車高的調整呢 很多的車友或者是技師會以為是在 車高調整在這裡 其實不是 後面的話呢 車高的調整是在 後彈簧上方或下方的調整機構 在這裡 那KT也很貼心呢 這個如果是 這裡有一個標示的圖像 像 如果對產品比較陌生的技師 不知道要怎麼調整 不知道要怎麼安裝的話 這裡有一個示意圖 那黃色的LOGO 這裡上面有一個LOGO 就表示這個要裝在上面的 所以像是FOCOS 還有馬山 KUGA 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我們的調整機構 都是做在上方的 所以後面的懸吊系統的調整 最主要的秘訣呢 就是不要罰桶身呢 這個長度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了 它彈簧就會預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 預壓縮多少 就是剛剛好彈簧碰到 也就是彈簧預壓縮3-5mm左右 不是3-5公分 是3-5mm左右就剛好 才不會預載過多 OK了 已經安裝差不多 那 這個是 也有改裝了 17寸的 PS4的輪胎這條胎 CP值也還不錯 算重規中矩的接胎 PS4 215457 這邊也裝好了 好的 左前方也已經裝好了 讓商人看 讓導臉好 OK好 以上是今天 二代 微象馬3的安裝 影片分享 那如果車友呢 有開相同的車子 有任何問題呢 再跟我們小編聯絡 需要試乘呢 公司也都有試乘車 可以跟我們小編 預約來做試乘 產品的話 試乘有覺得滿意 再來討論看看 需要用什麼版本 或者是考慮有沒有要裝我們下來 都OK 那謝謝大家 現在師傅在做的動作呢 像前面賣花繩 這個托盤呢 安裝完 調整完畢之後呢 這個托盤一定 一定要特別要鎖緊 那後輪的鎖附的棒數啊 後輪的話 它的懸吊系統 就只有單純的上下 但前輪不同 前輪它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當轉向久了之後 這裡有可能會鬆脫 所以前面的懸吊系統 HiloKey的形式 可以調整桶 真的呢 安裝完畢呢 這個托盤 一定要記得要鎖緊 不然就會容易會有異音 那後輪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影片的車友呢 像這個的話呢 它不是靠兩顆仰角橫向的螺絲 來把下仰角做固定 所以它的下座這樣的形式呢 就沒有辦法做Camber的調整 那沒有辦法做Camber的調整呢 唯一有辦法的形式呢 就是改於遠上座 才有辦法做角度 那需不需要改於遠上座的理由呢 還是在於車友所使用駕設的狀況 如果比較常常在激烈操控的車友 那也許它的前輪的Camber角度 需要到兩度 甚至到兩度半 甚至有可能下塞到三度的話呢 那就勢必像這樣的 下方不能調仰角 那勢必要改仰角調整器 改那個遠上座 它的前面的Camber角度呢 才能夠做調整 那其實它的這個開口小 如果要做Camber調整的話呢 跟Focus一樣 這裡呢 需要再把它稍微用小蜜蜂之類的 把這個再洗大一點點 才有辦法做出比較大角度的Camber角度 因為它本身是獨立式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沒有鎖兩顆楊角螺絲 所以它的前輪的Camber角度呢 就沒有辦法做 那唯一有辦法做的方式就是改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呢 少掉了 橡皮的緩衝 所以當它在轉向的時候呢 的路感也會比較清晰 也會比較犀利 所以如果喜歡操控的車友呢 前面的你的愛車 前面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就可以建議啊 選配魚眼上座 OK 以上是今天的二代馬三 我一下馬三的安裝 KTV刃氣的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